太后放心 义军 令不辱莫使命 密疏逃到雍城 与英华联手召告天下 令立朝廷废除新法 给施了权势的宗室旧族们 恢复绝路 并散布谣言说一诏有尾 这么一来 可有些人要蠢蠢欲动了 苍蝇驱邪 必会有人助纣为虐 但天下有识之士 不会情愿跟他们走的 遭犯的公子都是先王之后 芈姝又是先王的嫡妻 他们抱团 的确是大秦的心腹之患 公子们遭犯 并非都是情愿 公子华与他们结盟 也并非都是牢不可破 当日武王荡猝死 王位空悬 芈姝弄犬 有的公子觉得不公 奋起遭犯 如今王位已定 朝廷 不妨给他们指一条更好的路 我已经书信给过去的旧友 请他们进宫做客 照理讲 有一个人 今日就该到咸阳了 太后 您看谁来了 臣妾为常侍拜见太后 两位姐姐折煞我了 快请起 谢太后 姐姐们坐 仙儿 惠儿 快去烹茶 是 坐 太后 二位夫人 许久未见 当好好叙叙酒 雍蕊就不打扰了 告退 只听说姐姐们答应回来 没想到这般快就到了 与太后几年未见 实在想得很 姐姐这几年 住在公子池那边逍遥自在 远离咸阳的是非 能把姐姐请回来 真是不易 迟儿虽孝顺 可我在那边整日也是闲暇无事 实在烦闷 正巧太后邀我回宫 恭敬 不如从命 虽然 两位姐姐待我一贯真诚 能来看我 着实让我高兴 先王过世时 沐昕被敏叔手下所害 亏得唐夫人冒险救下 请太医疗伤 沐昕还一直未谢过姐姐 唐夫人 小的沐昕 多谢夫人救命之恩 快快请起 太后 妾身惶恐 妾身也只是看沐昕是个忠仆 不忍她被奸人所害 好在沐昕命大 若不如此 神仙也就活不了她 说起来实在惭愧 对比唐姐姐 我就差了许多 妾身从不敢冒险得罪谁 只能暗地里做些小事 透个消息 行个方便 只盼着若是在我失失落魄时 别人能看在我素日善心待人的份上 不作践我便罢了 魏姐姐何必客气 宫中的明白人不多 魏姐姐却是其中的一个 魏人善谋 我将来倚仲卫姐姐的地方还有很多呢 当年 弥书社稷 用几个桃子挑拨朱公子 逼迫他们返出咸阳 如今大局已定 该是朱公子们霸占西兵的时候了 不知对此 魏姐姐有何看法 秦国内乱 民不聊生 迟儿早就有暗兵诉假之心 只是 不知如何取得朝廷信任 公子持名礼 又是出了名的孝子 一贯听从姐姐劝告 若愿意 率兵归附朝廷 那大王将特意表彰 以此鬼误犯事 说不定 可借此 逐渐平息朱公子之乱 谢太后如此瞧得极往 妾臣不日即刻返回池儿封地 将太后之义转告池儿 定不负太后之托 魏姐姐 你真是帮了芈月的大忙 另外 唐姐姐 你在宫中的人缘最好 与公子庸的母亲又是表姐妹 不知是否愿意出面劝说 公子庸 母子归降 既然太后信任 臣妾愿意一事 那就拜托唐姐姐了 进去吧 进去吧 等一下 请进去吧 进去吧 岂有此理 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大秦恭敬 怎么可以让那些敌仲之人来把守 我大秦臣子 又怎么可以让一渠人随意搜身 太过分了 我们手头的兵马都掉去平乱了 眼下这恭敬守卫之事 实在是捉襟见肘啊 这蒙将军啊 说得甚是 再怎么说啊 也不能让胡人在宫里胡作非为 这一眼望去啊 简直成了嫡容人天下了 甘相此话不妥 义渠 在先会文王之时 就是我大秦的一部分了 此刻你张口胡人 闭口嫡容 岂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 不妥 紧急军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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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太后 公子华 九和公子轩 公子峰和公子少官等八位公子 以奉惠后之命为由 欲禁逼咸阳 讨伐大王和太后 韩谷关外的各国兵马 也与众公子遥降呼应 蠢蠢欲动 有魏冉在 我不用担心韩谷关 我不用担心 谋反公子的兵马 离咸阳还有多远 公子峰的兵马进展最快 离咸阳大约还有五日的路程 诸位爱卿 你们看 该如何应对 照理讲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但眼下 咸阳空虚 实在 兵力缺乏 是啊 对方人多势众 来势汹汹 我秦军 缺兵少粮 这蒙虎 他也挡不住群狼啊 臣以为 既然是群狼来犯 就该先击退领头狼 公子轩在众公子当中 那是出了名的狂妄自大 需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虽说眼下咸阳空虚 但不该忘了 我们还有一支精兵猛将尚未动用 义渠勇士一贯是骁勇善战 忠诚于大王和太后 不如请他们上阵 痛击来敌 义渠勇士 曾为国本归正立过大功 近日又协助守卫攻进备偿辛苦 俗话说 养兵千日用兵役时 义渠勇士的长处在于沙场征战 把守攻进的确可惜 义渠君 此番你若能战胜强敌 我后方自然无忧 太后放心 义渠人 并不辱莫使命 白将军 朕派你为义渠先锋 协助义渠军作战 记住 一定要打腾他们 臣 白起灵之 那 韩谷关的各国联军 该怎么办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皆为力往 诸国的兵马 无非是为了利益而来 诸公子身后都有各国的势力 谋反公子能够给他们的 我们也能够给他们 可惜 张仪死了 秦国 再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的 变才无双之人了 那太后的意思是 代我请各国使臣 前来咸阳义政 变才无双之人 也有一个难兵 变才无双之人 变才无双之人 下手之人 是 已经进宫 既然他们对我秦国各有企图 只怕没有一个是好打发的 如何应对 朱卿可有高见 诸国邦交错综复杂 只能酌情处理 择善而走 那哪位爱卿 愿意不辞辛劳 担此重任 诸国邦交错综 与列国使臣交涉 这少一句 就是丧权辱国 这多一句就是惹祸 调起事端 兵连祸节呀 既然如此 那就由朕亲自出马 好 横丽子 臣在 赵使臣进殿 敢问太后 先召哪国使臣呢 自然是先义后难了 先召燕国使臣苏秦吧 太后有旨 太后有旨 请燕国使臣 各位 苏某先行一步了 好 请 苏先生请 苏先生请 请 不仅是还不弄 这是 两个人 你不认得 这些事啊 不仅是 你不认得 虽然就不学 对 这些事啊 我来 说 这些事啊 这些事啊 我来 苏相 请上座 谢太后